都说胃是喇叭,肝是哑巴,胃疼大家都有感觉,但是没有人会说肝疼 一旦查出肝脏疾病,基本都是晚期了 一旦平时出现失眠多梦,白天无精打采,激励下降 情绪波动大,爱发脾气,口干口苦 这些可能说明你的肝出现问题 这几个伤肝的习惯要戒掉 第一是熬夜 作息不规律,加班,应酬,熬夜是现代人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习以为常 但是却不知这些行为对我们的肝脏健康的损害 伴有口苦口臭,脸色发黑,长斑,黑眼圈等等 二,爱生气 尤其是爱生闷气的人,经常发脾气会导致肝气愈结 甚至会导致胸闷,头痛等症状 三,万吃药 身体出现一些小病小痛时完全依赖药物 或是本身有其他疾病需要长期用药的 大量药物堆积,可能会加重肝脏负担,损伤肝脏,诱发肝病 俗话说,是要三分毒,药补不如食补 养肝不能乱吃药 最好要通过饮食调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vocado 匠獰 grip 寻老踏 剧场——YoYo Television numéro十 感谢观看